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雍盛在這裡無聲 歡迎台灣隊隊長 蔡英文 來 歡迎這個為我們蔡英文來加油 蔡英文 賭帥 蔡英文 賭帥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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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一世 我们要挥舞 胜利的大旗 打算鼓励 打给社会来话 2020 台湾要赢 2020 台湾要赢 2020 台湾要赢 谢谢总会长 我们副总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热情相挺 准备好了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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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信心 有 有没有信心 有 我们一定要赢好不好 好 我们一定要赢好不好 好 2020 台湾要赢 谢谢 我们的副总统 也是我们全国竞选 总部主任委员 我们的大人哥 我们的副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 我们中央助选团团长 我们水牛柏 游锡坤游前院长 行政院 苏贞昌院长 立法院 苏嘉全院长 我们的卓榮泰主席 我们台北市候颜会 我们颜志发总会长 还有我们现场 这么多支持我的好朋友 还有我们在线上 收看的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 是全国竞选总部成立的日子 我要感谢所有来参与今天活动的好朋友 四年前 我们也是在这里 同样的地点 举办全国竞选总的成立大会 四年前的这个时候 国民党刚刚换柱 推出新的候选人 他们不断的恐吓支持者 弄得好像只有国民党能够代表中华民国 我记得那一天 我跟大家说 民进党不等于台湾 国民党也不等于中华民国 政党应该要做的事 是守住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 守住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大家说对不对 四年后的今天 蔡英文再一次的站在这里 各位朋友 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我说到做到 过去四年来 我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确保世世代代的台湾人 都能够保有决定 自己未来的权利 大家说是不是 是 总统 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总统 是台湾人民的总统 2016年到现在 中华民国没有消失 台湾人民 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消失 在中国巨大的压力下 蔡英文挺过来了 在国际局势的变化 如此的剧烈的情况下 蔡英文也撑住了 现在 我需要各位再听我一次 明年的1月11号 我们一起让台湾再引一致好不好 好 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价值跟路线 再一直在台湾途地上向前推进 大家说好不好 今天 站在我身旁的 有过去三年多来最好的大党 陈建仁副总统 我要借大家的双手 给我们陈副总统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谢谢 我没有办法 用文字来表达我心中对他的感谢 他的温暖 他的无私 他的意识力 以及他无怨无悔为台湾牺牲奉献的精神 是我过去这三年多来 遇到挫折的时候 最大的心灵的资助跟检犯 今天稍早 我也正式宣布 清德将会和我大党 参与2020年的正副总统选举 这是2020 我们民进党最强的组合 几个月前 清德曾经跟我一起参与总统初选 不过竞争没有让我们分裂 我跟他搭档来竞选连任 就是民主价值的最佳展现 2020 我们要再赢一次 蔡英文加赖清德 一加一大于二 为台湾拼到底 不民主 拼经济 让台湾改革进步的路线 持续下去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蔡英文跟赖清德要赢 不过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拼国会过半 清德当过立委 也做过隔壁 国会过半的重要性 也最清楚 现在大家都说不错的前瞻基础建设 如果不是因为民进党在国会拥有多数 一定没有办法通过预算 预算没过 就没有办法执行 没有办法执行 台湾建设的百年大业就无法推动 另外 今年民众最有感的税改政绩 要不是因为我们有国会多数 也不可能让提高倚所税 减轻所得税 兼顾财政平衡 和有感的税改的大方向过关 还有 长照2.0 平价诱托服务 年金改革 转型正义讨党场 再生能源发展 这些人民很期待 但是过去政府没有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要不是我们国会过半 三年不可能有成果 执政三年有成 立法院共不可没 唯有国会过半 改革才能顺利推动 所以在这里 我要再一次拜托大家 总统一票 国会一票 一票都不少 改革就不会少 好不好 最近的一段时间 各政党的不分区名单 都已经陆续提出来了 民进党的名单 也已经展现在台湾人民的面前 供大家来检验 我们的名单 没有让人民失望 我们有各个领域的代表人才 我们有强化国会战役的一级战将 甚至我们也纳入了重要的政治盟友 让保护台湾的民主自由的阵容更加的扩大 大家说是不是 但是 大家看看国民党的名单 很多人都在批评这份名单 我也要以最严肃的心情 提醒我们所有的支持者 不要低估了这一份名单的意义 也不要低估这份名单 对台湾进步改革的杀伤力 国民党的名单 代表着台湾最保守 最反改革 最亲中势力的集结 大家说对不对 因为舆论批评 而拿掉了一个人 不代表他们不在亲中 调整了几个人的顺序 也不代表他们就会拥抱进步的价值 这份名单透露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2020的总统大选 国民党已经打定主意 要推翻我们 13年多来所有的改革 如果他们赢了 改革就输了 各位 如果他们赢了 香港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台湾 如果他们赢了 国际社会会怎么看台湾 更重要的 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自己 所以 我们进步改革的力量的这一边 绝对要守住 绝对不能输 大家都跟着 2020 台湾要赢 台湾的什么要赢 台湾的改革要赢 台湾的改革要赢过保守 进步要赢过倒退 自由要赢过威权 民主要赢过民粹 这就是2020 台湾要赢 大家都对不对 今天是竞选总部成立 身为竞选总部 竞选连任的总统候选人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明 过去三年多来 我们执政的成绩 但是我也要请大家理解 我们是执政党 我们要把台湾变得更好 我们没有先丹妙药 只有靠我们每一天 踏实的认真努力 想出漂亮的口号不难 编织出美丽的愿景也不难 但台湾的政治 难道就只剩下口号 要赢得选举 难道就只能靠口号吗 我不靠口号 但是我知道庶民要什么 庶民要家中的长辈 社会有人帮忙照顾 庶民要生儿育女 有政府来扶他们一把 高龄社会不是突然的来到 过去因应的政策 都是指纹楼梯小 我刚上任的时候 长照的预算只有五十亿 现在的规模是四百亿 我敢说 我们绝对是史上对长照 投入最多资源的政府 大家说对不对 生育率低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过去大家只是担心 没有积极的行动 但是我们推出育儿津贴 帮大家加薪减税 推动平价的幼托教保服务 并且把两岁到三岁的 津贴的缺口补起来 我敢说 我们是史上最照顾小孩的政府 大家说对不对 庶民要供电稳一定 要干净的能源跟家园 我们提高再生能源 占总发电量的比例 上个礼拜 台湾第一个离岸风电厂 终于启用了 这件事讲了几十年 只有我们这个政府 有魄力来推动大家说对不对 庶民要台湾经济发展 想看到投资一波一波的来 这件事过去的政府也讲了很多 但直到今年才有几十年来没有过的投资大爆发 我们大家都是用说的 但是我们 我们这个政府 是用做的 大家说对不对 当然 不要忘了 人民要国家安全 各位 第一架高轿机原型机 已经是出场了 造船厂的订单不断 连海军奖了几十年的浅舰国照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 我相信 国军弟兄姐妹都会同意 蔡英文 是一个非常重视国防 看重国军的总统 大家说对不对 这一阵子以来 很多的支持者很焦虑 来跟我建议 建议我应该学我的对手那样 就一直讲 一直开支票 一直喊口号 我明白大家的焦虑 不过 那不是我的风格 各位 台湾从来都不缺光说不练的人 台湾也从来不缺喊口号的人 台湾缺什么 台湾缺一个愿意承受压力 却坚持往前走的人 大家说对不对 过去的政府做不到的 不敢做的 蔡英文都做了 而且 我跟大家保证 未来的四年 我们还会继续的这样做下去 大家说好不好 国际的局势在变化 美中贸易战还在进行 香港的抗争越来越激烈 贸易的典范正快速的转换 未来 中国给台湾的压力 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在这种局势之下 台湾需要的是一个 稳健 理性的领导人 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 能在复杂多变的情绪底下 精准的判断未来出入的领导者 需要一个实在做事 帮人民解决问题的领导者 我相信 我就是那个 能够带领这个国家 稳健前进的人 大家说 对不对 过去三年多的努力 相信大家已经看见 国家正在往好的方向前进 壮大台湾 不是未来式 已经是现在进行事了 投给蔡英文 就是投给台湾理性温和的中道力量 再给蔡英文和民进党四年 国家会更安全 经济会更发展 照顾会更周全 改革一定会更稳健 好不好 1月11号 拜托大家 总统一票 支持最强组合 立委一票 让我们国会过半 赢得胜利 赢得胜利 好不好 还有一票 政党票 国会没有过半 改革只剩一半 这是进步跟退步的问题 也是改革跟反改革的问题 我要拜托大家 不要犹豫 不要分票 政党票支持民主进步党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开始 选战会越来越激烈 所有的人各就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台湾的未来奋斗 这是一场不能输的选战 我们没有松懈的本钱 每一个人身上的任务只有一个 守住台湾 守住民主 守住自由 守住改革 好不好 好 2020 台湾要赢 再挺蔡英文一次好不好 好 好 总统联任国会过半好不好 好 好 让全世界看看台湾人民的选择好不好 好 好 台湾加油 大家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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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总统为我们加油打气 我们也为蔡总统来加油打气 插英文 董赛 插英文 动赛 插英文 动赛 插英文 抓英文 动赛 各位朋友 2020 台湾要赢 你